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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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意的五公主受了惊吓 如意让三宝带人去把家贵妃的狗挪出宫去 家贵妃尽力阻挠 可只留下了富贵 其余的狗都被三宝带走 皇上得知五公主受惊 急忙前去查看 可刚出养心殿就看见家贵妃在殿上 五公主有惊无险 可心正已犯 今后还需更加小心 皇上与准戈尔开战 太后害怕长公主在中间为难 日夜祈祷 家贵妃的疯病越来越严重 纯贵妃提起如今皇上有嫡子 家贵妃和四阿哥怎能做上太子梦 如意表示本朝历贤 只要有真才实学 都是皇上的好儿子 纯贵妃起身发誓 表示自己的孩子别无半分夺敌妄想 并提议让诸位嫔妃一同言明 海兰也接着起身 表示自己愿意追随皇后